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心我素,我是小妙 距离上次分享的韩国旅游vlog之后 身边有很多朋友问我 可不可以出一个综合版的懒人包 方便大家下次旅游的时候容易搜索 有求必应的我自然而然给大家整理了 一系列我在韩国吃过的美食啦 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 韩国仁川中华街的一家荤素餐厅太和院 店里有一个全素的菜单 可以让我们尽情的点哦 来到中华街一定要先尝尝当地的炸酱面 炸酱面本身我就觉得有一点还蛮咸一家的 就是过咸了一点 可是它的面其实还蛮Q弹的 然后蛮好吃 我们还有叫另外一样就是我们的乳面 那他们的乳面呢 基本上就好像我们的那种海鲜糖面这样子 胡椒粉味比较重一点 那大致上都是OK的 它料还蛮多的 然后都是塑料 然后青菜也蛮多的 所以蛮推荐素食朋友过来吃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来到中华街的话 就要躺吃这家才很愿意 在逛中华街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一家很多人排队的小吃摊 大家也来试试吧 这个呢就是cream cheese 然后后来就是满满的馅料 很好吃 喜欢吃cream cheese的人都很喜欢 因为它带有点酸酸很日乎乎的 然后你摇下去那个汁就飙出来 哇超好吃的 接下来我们试下这个绿茶口味 这个绿茶口味还蛮特别的我觉得 它很香的茶香味 跟我们一般喝到的那种绿茶 有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它就很香的茶香味 然后整个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满腿 第一天的晚餐 我们就到了住宿附近用餐 这家分数餐厅是靠近河井站 还有红大站的一家餐厅 以传统冰冰包文明的green eat goal 我们特地请老板洗锅去冲蒜 下班前记得给老板提醒 你是不吃五星的哦 那这个餐厅呢 就是传说中 也是大家最推荐必吃的 这一个冰冰包的这一个餐厅 那它是分数餐厅 这家店是网络上最推荐传统冰冰包当中 它是最完整还有最好吃的冰冰包 而且它有素食的配套 所以我们特地过来试一试的 很香玛与味 大哀 我们现在来吃现在的草莓 它的冰粉有很香的玛丽味 然后加上它上面的芝麻 感觉到整个冰粉哦 它的味道就不淡掉 然后它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吃到那么大的麻油香味 然后后来才会吃到那个芝麻的味道 而且它的冰粉还蛮Q弹的 然后你咬进去的时候 它就是可能两三口啊 就会融入化碗的那种感觉 感觉还蛮好吃的 有点好吃 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早上在路边摊意外收画一家好吃的路边摊 适合淡奶素的朋友 然后它其实是蜡纳跟花生 我们以前吃鸡蛋饼对吗 那种鸡蛋饼 然后里面会有一层开鸭 然后一个蜡纳裹着的 一个小小粒的 就真的是真材实料 真的 你可以吃到一个 就是一小颗的这个核桃 非常好吃 午餐 我们就来到了百年乌豆腐荤树的餐厅 距离地铁站至少有20分钟的路程 建议大家下了地铁站 可以搭巴士到著名的 瑞草区艺术殿堂正对面 就可以看到百年屋了 我们选择了最具当地特色的豆腐餐厅来用餐 有着25年历史的豆腐店 店内所有的食物都是手工制作的豆类产品 我们还有特别和这里的服务人员沟通 我们不要五星 所以不吃五星的朋友 记得要和店员打声招呼哦 放心这里有店员会说中文 我们原本是想吃这里的泡菜豆腐锅 但是泡菜豆腐锅有五星 我们就点了一碗红豆刀削面 我第一次吃的感觉还蛮新鲜的 可是如果你吃不惯咸红豆的话 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吃哦 接下来我们品尝的就是韩国著名的 巷子凉糕 芝麻的沙拉酱还有一点辣椒粉 吃起来口感还蛮清凉的 所以它算是一个非常凉的前菜 建议大家试一试哦 这家韩欧素食Maji是在景福宫附近 最完整的全素韩国套餐的 这里的老板也是信奉佛教 所以是五五星的全素食料理哦 这里有着各式各样韩式传统美食 可以让你尽情吃 就连泡菜也是五五星和鱼露的 这里呢 这间餐厅是全素餐厅 所以它是完全没有五星的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很方式的吃 大家来这里的话选择可以很多很多很多 如果你要吃韩式正宗的套餐 就是正set的套餐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吃到 不用担心五星的问题 其实它其他的set还是 有一些还蛮高价钱的 可是五到六个人可能六十 六十块 六十钱的一餐完整的套餐 可是它可以吃到五到六个人 他们其实定时定后的小菜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下次你们来到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小菜可以吃 可是唯一不便的就是韩国的Kimchi 它一定会放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想要吃Kimchi的话 就可以过来这里吃 来到了第四天 我们来到了南移岛 没有想到现在还有人用火柴来蒸包 味道真的有点不一样 可以吃到还蛮重的盐熏味 有来南移岛的朋友绝对可以试下看哦 在南移岛上想要找到全素的素食餐厅其实是有点难 不过几家荤素餐厅都有素食的选项 可是进去之后我们才发现大多都是五辛素就只能吃宝宝 只要不吃它的小菜绝对没有问题 我个人觉得它蛮香的 它可能是芝麻叶吧 整碗就是有那个香气 芝麻的香气 然后其实它的饭也是小米 吃起来就有点饱感 但是这边就要提醒一下就是 这边的小吃的话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的都是可能有用葱蒜来腌制过 所以大家都不适合吃 对所以荒素餐厅大家记得 就只能吃冰冰包 如果五星的话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小吃的话就会不能吃这样子 晚上我们来到了明冻夜市 有人问明冻夜市可以吃什么 来 跟着我走吧 这里是有almant peanut 然后还有三个蛋糕 所以它里面就整粒鸡蛋 然后上面就铺了这个almant等等之类的东西 它的糕就有一点像pancake那样 但是还蛮特别的 里面就是满满的起司 然后包裹着那个面包 酱料的话是你可以自己点 抹茶或是你要抹茶 他们就说这个是oreal 然后我试试看 我觉得它就是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再撒上糖粉 我试试评价是普通 芝士还有nobogi 有吃大奶酥的朋友就可以吃这个 芝士不会太腻 它烤的还蛮酱的 喜欢奶类的朋友 应该就会喜欢这个 那我们已经是就走了几条街 我们刚才吃的那几样呢 就是40节都可以吃的 其实呢这个夜市里面啊 如果你是淡奶酥的话 你的选择还算比较多的 如果你是全素又不吃五星的话 基本上也不多东西吃 还蛮少选择的 所以大家来行动夜市之前 如果是想要随便逛逛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先吃一点东西再过来 那如果你说的买 你知不知道买东西 我就觉得这里的东西 其实还蛮贵的 所以其实我也不怎么推 大家再去买东西 这样啊 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就来到了韩国传统市场找素食 我确定了这个粥店 所有的东西 因为它有六豆粥 南瓜粥 还有五豆粥 然后还有那个南瓜甜蜜 所以它基本上是全素 然后五星都美 它的粥其实还蛮绵密的 然后感觉上吃起来 嗯 跟那个粥已经糊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还蛮好吃的 甜蜜蜜基本上是麦芽的那个 自然发酵的 整个甜蜜喝起来就是会那么多 可能会上瘾的感觉 就是满满的南瓜味 真的正在吃料 哟好像有吃到南瓜的弄 我们找了好几天 没有五星的辣炒年糕 其实啊 不多 它其实是没有五星 也没有鱼露的 所以全素是可以吃的 可以更多 它的酱汁就很浓稠 然后很辣 其实是辣的 嗯 只要不适合 然后我觉得会很饱 因为它的年糕是 会有很饱足 然后再加那个淋上的那个酱汁 又是满满稠稠的 他们说来广告市场 就一定要试下那个麻药拼吧 因为吃起来会让人家上瘾 基本上就是 太薄饭之余 它还有一片叶子 后来我们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为何会上瘾 因为是迷你饭卷 也称小朋友饭卷 体气比较小 所以很容易一条接着一条的吃 然后我们平时吃的油沙粿 然后撒上一点糖粉 我们有跟店里确认过了的 麻花里面有蛋清 所以基本上是淡奶素的朋友 才可以吃这个东西哦 这条铁以来呢 其实就好多美食 可是适合素食者的可能并不多 也要看哪它分哦 全素啊淡奶素的话 大家就要大概看一下 我们之前还分享的东西 基本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的 不过我觉得广站市场是最多 到底小吃全素可以吃的 或淡奶素可以吃的东西 那主要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里其实有绿豆煎饼 可是绿豆煎饼绝对不是素食的哦 因为kimchi其实是有放鱼露的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问过每一家 基本上都是都不能吃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家标记者素食 到底韩国人才会吃的蕎麦面餐厅 原本点餐前我们和店家沟通确认了 它是全素料理我们才走进来的 但是后来吃起来感觉稍微有一点不熟悉 再次和店员确认之后才发现 这家店其实是五星素的素食料理 由于这家店是韩国人才知道的素食料理 所以他们吃素的定义和我们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再加上因为只有道地人才知道的店面 这里的店员基本上都只会说韩文 所以和店员沟通上有点困难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吃全素的话 还是别过来咯 来到韩国大家一定会尝尝五世界香的素食 想吃韩式或者是西式都没问题 只是要记得这里是9点关门的 8点20分就last call 今天呢就来到这个湖世界下 每个人都会推的一个素食产品 然后它的这一个menu里面 它已经有注定如果是五星或者是全素 所以只要从这个菜单里面 就可以选人到第一次要买你一个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是大家特推的时候一定要来吃 这一台其实还蛮多选择的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看 西式也有 韩式也有 那我们依然是选择我们没有吃过 可是又很想吃的韩式来试试看 因为这一家都是大家都是很贵的一家 因为它是完全有全素还有分属性的 所以很方便素食者来到这边用餐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它的餐也其实都还好 就是太过清晰 然后有些东西我觉得 东西味道可能就是小许的不能接受 可是其实是好吃的 是我个人的心理问题 可是它的小吃还蛮香 蛮好吃的 蛮喜爱的 然后环境也很好 有美 很可惜的是 因为我们是去的之前太迟了 所以大家都就是要收到 因为素食者嘛要吃的安心 那这一家其实我们也蛮贵的 可是如果我们会不会在旁边 就我们眼神会觉得也太好 那一定要来就是 就是来尝试一下它的素食 那 以上就是我们韩国素食油的懒人包合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